你确定这样就可以了 如果你在大街上 看到我这样打扮 你能认得出来我 不管你打扮成什么样 我都能认出来 话说 我们这乔装打扮打探消息 真的是要比 考试的次数还要多 那是因为坏人 实在太多了 而且考试真的很讨厌 比起考试 吴念愿每天出来打探消息 那我们继续说坏人吧 夫人 好的 郎君 郎君 这里看着也不怎么样嘛 两位贵宾欢迎光临 想要什么尽管提 我齐货行都能满足您 是吗 是不是我想要什么 你都有得卖 这上到天上飞的 下到水里游的 我这儿还有一款心罗香膏 既能美白润肤 还能除斗去致 终身受用呢 那我若是想打探一个消息 你能告诉我吗 只要您的钱贷够大 什么消息都有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公子想要什么消息啊 有人在你这里买了这枚印章 我想要她的身份 稍等 我开店这么久 任人从来没有出过错 别以为你粘个胡子 装个娘娘腔 我就认不出你了 华公子 老板娘 您这是何意呀 来人 这开门做生意 哪有打客人的道理 再说了 你以为只有你有帮手 我也有 我开的是奇货行 又不是梅花内 你三番两次地来 只问消息不买东西 还不给钱 哪有你这样的客人啊 看你找杀手的眼光 幸好 你开的不是梅花内 你 甭废话 抓紧告诉我 不然 刮花你的行李 我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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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把刀拿开 人家庄都被你吓花了 是一个从南方来的商人 叫牛云 双眼皮大眼睛 这嘴角上还有颗痴呢 老板娘记性可真好啊 这都有十几年了吧 还能记这么清楚 不然我生意能做这么好啊 当然了 你要是敢骗我的话 我说的都是真的 人家最怕装花了 看来应该是真的 既然如此 我就让父亲派人 去查这个牛云 那就谢了 不过这次我不白要你的 走啊 修好了 对啊 隔日刚 你 啊 你